大家好 在今天有没有感觉到一个炎热的天气 8点9点以后太阳一出来 这紫外线指数就已经开始偏强了 我们先来看看目前的户外天气了 外岛地区云层量增多了 马祖 金门跟澎湖 下午以后在这几个地方来说 尤其马祖跟金门 天黑之后可能就会有起浓雾的状况 在这两个地方的朋友晚上行车或过马路 要特别注意安全 但台湾本岛可以看到 从北到南都是天气晴朗 中部以北气温30度 南部33 东半部地区29度 这样子晴朗比较偏热的天气 还有明天一天的时间 礼拜六的时候要改变了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卫星云图了 云图上面可以注意到 北方的云带的发展 在我们的白湾北方的海面通过 对于我们来说 这云层没有影响 最主要北方又有封面带在通过了 而整个太平洋高压的势力 逐渐的伸展过来 我们台湾上空吹着南风之下 温度形态来说 在中午都是偏高的 今天明天温度高 礼拜六的白天还是闷热 但附近环境场的水气 要开始增多了 因为北方有一道封面带 在周六的时候 会开始逐渐的通过 台湾北部的海面 但是周六这封面一通过走 来我们注意 在菲律宾的南边这边 其实现在有一些热带扰动系统 正在南海的方向发展当中 我们就来看一下地面天气图了 地面图上 我要讲到南边的系统最主要 就是这个系统了 这个系统在未来的时候 它会逐渐地往海南岛的方向走 但当它到了海南岛的南方的海面之后 高空场的水气 会随着北方的高压系统 带着东北风进来 汽流场吹着西南风 而把水气给带了上来 所以这个周秋假期 包含五一的这个礼拜一的补价 就会因为南方的水气 往北台升中 使得我们台湾上空的云层量增多 有僵雨的状况出现 而到了下周一周二的时候 这个低压系统会接近到南海 到东沙群岛附近 之后可能会通过巴士海峡 之后再往北走 但有些朋友问我说会不会发展 目前看因为西南风偏强 发展几率是偏低 但是水气拉上来之后 会使得下周一周二周三 我们台湾附近的江雨状况会增多 到了周四整个水气离开之后 我们的天气再好转 我们来看看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温度了 晚上的温度有点舒适偏凉 白天的高温是闷热 午后真雨的话在北部地区都有 中部地区天气晴 日夜温差非常明显 南部地区中午是炎热的天气 东半部地区早晚有点地形的短暂雨 外岛地区早晚天气偏凉 还是要提醒大家晚上有误哦 西部地区行车要注意